你好,欢迎来到国际贸易简易学 Simple Exim 陪你轻松学习国际贸易的专业知识 我的生意做来做去就是做不大 也赚不多 本地市场需求又那么的小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是否也曾经想过世界那么大 我可否有机会在国际生意上分一杯羹呢 举个例子 阿华是一名种植玉米的农民 他一年的收成是100吨 可是本地市场只能销售到大概50吨玉米左右 所以在这个时候 阿华可以考虑把多余的50吨玉米销售到国际区 可是阿华是一名农民 他完全没有概念要如何开始 在这一期的影片里 你将会学习到冲促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记得留守到影片的最后 我相信你一定会会难够的 要把你的货品或者服务提供到国外市场 你第一步是需要先组成或者是注册一间公司 公司有好几种类型的 那今天让我分享给你知道 最普遍的四种公司类型 第一种公司类型是 独资经营者 Soft proprietor 从名字就可以知道这一类型的公司是一个人经营的企业 这一类企业是一个人出资本经营的 它的好处是 第一 业主本身拥有100%对生意的掌控权 意思是 业主可以决定公司的经营策略以及决策方针 那第二 业主享有100%的生意盈利 意思是 公司赚多少 业主就可以拿多少 第三 公司注册程序简单容易 业主只需要乘上身份证 交交一个 大概100零级在SS上就可以以个人名誉 或者是公司名字注册了 因此 Soft proprietor是最快 最容易开始经营的公司模式 但是这一类型公司是不需要经过审核audit的 所以业主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有好处 当然也有坏处 独自经营者 Soft proprietor 他的坏处是 第一 业主必须要承担100%的生意风险 那意思是 当公司面对债务问题时 业主就必须要100%负起债务的责任 业主甚至需要编卖个人财产去还清这些债务 那假如公司不信 宣布破产 业主也会跟着宣布破产 因为公司和业主是一体的 这个就是独自经营者 是Proprietor的最大最大的负金 那第二 业主会面对基金有限的问题 因为只有一个人出资本 开始证明生意 第三 业主也面对资源有限的问题 比如人手不足 专业和知识缺乏的问题 因为一般都是业主自己一个人包办的 接下来就来到第二种公司类型 就是有限公司 Sendran Burhat或者是Private Limited 有限公司是可以由一名董事长加上一名股东组成的 那董事长和股东可以是同一个人或者是不同一个人都是可以的 他们必须要至少18岁或者以上 公司的经营方式是 公司股东出资本 由董事长去经营资金公司 成立有限公司的好处是 第一 公司的财政是独立的 而且是属于独立的法人实体 这意思是 公司的债务责任与股东的个人资产无关 这也就是说 公司破产 股东是不会权利在里面的 因此 股东的个人资产 就会受到保护人 第二 由于有限公司 每年都必须要经过严谨的账务审核audit 所以一般上有限公司的账务是很清楚 很干净的 那么银行就会因此有了信心 所以有限公司就可以轻易的获得银行的贷款 作为商业用途 比如购买资产 甚至进行长期公司发展计划 第三 由于有限公司可信度比较高 因此招标大型的工程 买卖 交易都是比较容易和比较有优势的 第四 有限公司可以享有更低的收入 比较其 独自经责 当然有限公司也是有他的划出的 第一 有限公司的成立费比较昂贵 大概是2000到3000左右 因为这必须要牵涉到 company secretary 秘书费 accounting fees 账务费 audit fees 审核费 等等 第二 有限公司是每年都必须要经过严谨的 债务审核audit的 大家都知道 审核audit是非常麻烦的 可是这是无可避免的 就是因为有审核audit 所以才比较容易得到银行的信任 银行从中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意表现 这时候银行才会放心接待给有限公司的 来到第三种公司类型就是合伙人 partnership 合伙人partnership 其实是跟独自经营者 sov provider 是一样的 它俩的分别是 合伙人是由 两个到不超过 20个人组成的 而独自经营者 sov provider 是由 一个人 组成的 合伙人partnership的好处是 第一 注射费很便宜 只需要在SSM付一个大概100令吉左右 第二 公司所得到的利润将分布在所有的合伙人身上 第三 账务是不需要经过审核audit的 第四 由于合伙人 人数比较多 那么这种生意模式就会得到 更多的资源 包括资金 专业 支持 人手 等等 那合伙人partnership的坏处是 第一 债务是需要分布在合伙人身上的 意思是 假如公司欠债100千 合伙人也必须要一起负责把这笔债务还请 假如公司不幸宣布破产 合伙人也会跟着一起宣布破产 因为合伙人和公司是一体的 所以这是最大的风险 第二 人多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么 时常就会发生意见不合 而且人事也比较复杂了 所以建议比较理智的做法就是签署一份合伙人合同 Parship Agreement 在签署这样的合同前 所有的合伙人应该寻找律师做深入的讨论 以便达到公司 比如 第一 所有合伙人的股份以及需要贡献的资金 第二 所有合伙人的股份和盈利分配 第三 所有合伙人在生意里面的智慧还有责任 那么通过签署的合伙人合同 一切就会比较清楚 白纸黑字记录清楚了 这就会防止合作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其实有一些专业的行业是很希望可以注册Sendrian Burhat的 可是他们不能够 根据所有的税局LHDN 医生 律师 审核员 auditor 是能够注册Sendrian Burhat的 或者是Partnership而已 他们是不能够注册Sendrian Burhat的 这是因为 他们是根据他们的个人专业 成为一位顾问去赚钱的 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Sendrian Burhat的 或者是Partnership 以下我发了一些连接资料 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去看看 来到了第四种公司的类型是 有限责任合伙人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我们仅称为LLP 基本上LLP就是Sendrian Burhat 还有Partnership的和平 LLP必须至少要两个合伙人 而合伙人人数最高是没有限制的 LLP的好处是 第一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如果公司倒闭 合伙人的个人资产依然受到保护 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 第二 审核audit不是强制性的 第三 LLP的成立费 也是蛮低的 大概在500令吉左右 因为它是不需要强制性审核 也不需要密修费等等 那么LLP的坏处是 由于audit不是强制性的 所以公司就会缺乏审核的财务报告 再加上公司结构通常都是个人掌控的 因此银行家 投资者依然把LLP视为高风险实体 所以要得到银行贷款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现在我们来到总结四种公司的类型 我相信你现在会比较有头绪有概念的吧 那下一节 我会解释有关公司税务的算法 从中你会更加了解 以帮助到你更确定的做出选择 到底你要注册 或者成立哪一类型的公司 你已经有了自己公司了吗 欢迎你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如果这部影片帮助到你 希望你可以订阅 点赞 分享 让更多的人受惠 这里是Simple Exim 国际贸易简易学 我们下期见